字幕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梟梨藏底相思 梟梦花床底相思 梨乱鞅鞅悔悦成仇 苦命相详 云断异乡 日本的鬼片向來都很得人驚 但我今天不是想和你們說鬼故事 只不過我今天所說的這宗案 其中的情節和這套日本經歷電影 奏院裡面的一幕很相似 如果你有看過的話 記不記得其中有一幕 是個男老師在學校裡面 見到一個學生幾天來都沒有上學 出於關懷之心 放學之後就打算走到他家裡做探訪 去到學生的家門口 又發現沒有上鎖 他就推門進去 屋裡面就分黑一片 一個人都沒有 走到各樓套房看 又沒有東西發現 老師很無奈地坐在床上 在想到底發生什麼事 誰知一坐在床上 就聞到傳來震震惡臭 聞到他都想吐 然後又發現有很多烏鷹在衣櫃附近 徘徊 撥極都撥不走 那他在好奇深入驅使之下 就把那個櫃門打開 誰知一打開門 就是一句血流披面的女師就跌在她面前 雙眼連撐到大一大掛著老師 喂我不是嚇你 同樣恐怖的情節 其實在幾十年前 香港深水泡的一棟戰前堂樓裡面 早就已經上演過了 楊定通 一個十八九歲的岸籍青年 在深水泡海潭街高登製衣廠工作 但是這幾天以來 他都沒有見到他的工友小玲上班 打了幾次電話去小玲家 都找不到他 心感到很詫異 那便趁著吃飯的時候 親自去他的家看看 這一天是1980年3月11日下午1點 到埔之後 楊定通發覺屋裡沒有人 他在門外等了一會 看著手上拿著那個東西 是小玲家裡的一串鎖匙 其實他大可以開門進去的 但又怕過於冒昧 所以最後還是離開了 當他回到工廠的時候 心裡始終感覺不太安樂 晚上9點多 下班的時候 楊定通決定再去一次 今次他決定 用手上的鎖匙 直接開門進去屋裡 小玲是住在深水泡的一棟 墊前堂樓那裡的 而她住的單位 是由木板架成三個小房間的 業主兼包租公聖業的 她本身就住在梨木樹 很少回來的 在這裡的頭房就住了一家三口 中間間房間就由一名姓黎的 綽號叫二叔的60歲單身男人租住 尾房就是小玲和她妹妹小春的住所 而楊定通都認識小玲和妹妹小春的 楊定通走到尾房 敲了幾下門 都沒有人拍 那房門又沒有上鎖 那她就走進去 真的沒有人在裡面 那她就唯有坐在 房間床上 靜靜地等她兩個人回來 在這裡坐了整個小時 等到法外的楊定通 總是聞到房間裡 好像有一股很不尋常的異味 起初都覺得可以忍到 但之後實在覺得很難頂了 於是就去找一下 看看那些臭味從哪裡來的 發覺原來是在床底傳出的 她好奇之下 那她就伏低個身 裝一下床底 她見到一張白色的床單 好像蓋著一些東西 那她用腳踢一踢 覺得是軟綿綿的 於是她索性 用力把床單扯開 看看是什麼 誰知 誰知不看油紙 一看就嚇破膽 竟然是一位女師 因為房間的燈光很暗 楊定通看得不清楚 她就忍著呼吸 將屍體慢慢拖出一點點 一拖出來 女師的樣子就正正在她眼前 她的眼睛還燈得很大 簡直是和楊定通四目交頭 由於屍首被楊定通移動過 口和鼻子隨之滲出了血水 經常致命勇敢的楊定通 在這一刻 都被面前這個畫面嚇到魂飛拍散 她再看清楚一點 雖然屍體稍微發脹 但從面部的輪廓來看 無疑這個就是小玲 不知是否像人家看鬼戲一樣 越要害怕越要看 她又再向床底看進去 咦?好像看到另一雙腳 楊定通下意識地把眼睛 由雙腳開始掃上去 掃到上去 她突然發現原來是小春的屍體 她的死狀是同樣恐怖 在這個時候 她已經崩潰了 她走出房間 在廳中間大聲喊 嘩!有屍體!有人死了! 當時正在中間房間 嘆啤酒的二叔 被突然其來的呼叫聲嚇到 她連啤酒瓶都掉在地上 她立即在房間衝出來 看看什麼事 她見到一個年輕人 站在大廳中間 神情很驚恐 萬禁在那裡震 這個人有點面善 但煞時間又記不到是誰 喂!小孩子 你搞什麼?什麼時候進來的? 二叔對這個來歷不明的年輕人 全有懷疑 我?我是拿小靈接鎖匙進來的 這個我遲些才解釋 你快點跟我進房間看看 她們兩姐妹都死了在裡面 話都沒說完 楊定通急急地推著二叔 進房間看 進房間看 這種這麼噁心 又怕又恐怖的事 真是不想做 但在楊定通的猛力推進下 二叔唯有硬著頭皮頂眼上 果然是兩姐妹的屍體 死狀非常恐怖 她們的騷動聲也驚動了 投房間的男戶主 當她知道單位裡面發現屍體 而且還是兩句 她驚慌失措之餘 立即就吩咐她的妻兒去街上迴避 之後就打電話報警 沒多久 大批警方人員到場調查 認為事態嚴重 楊定通首先被警方抓住 因為她是第一個發現屍體的人 又在兇案現場 她更加有死者家的鎖匙 可以隨便出入 那麼警方當然懷疑她和單案有關 可憐的楊定通 剛剛才被兩句屍體嚇到面青口唇白 而且死者還是她的朋友 她傷心都來不及 現在還要被人懷疑她是涉案者 她真是嚇到鼻 她向警察大夫冤枉地說 我和她兩姐妹都是和一間工廠上班的 我和她姐姐比較熟 不過只是普通朋友 並沒有男女之間的關係 上個星期 小玲來我家吃飯 後來才知道她留下了一條鎖匙在我家 第二天我就帶了鎖匙上班 打算還給她 但她又沒有上班 我肯定之後那三天 她兩姐妹都還沒死 因為小玲有和我通過電話 她說想放幾天假 叫我保管好一條鎖匙 她和她妹妹兩個是形影不離的 她說她沒有了鎖匙不要緊 她妹妹有 她說沒事不方便 之後她兩姐妹就失蹤了 而我今天上來的目的 就是打算還給她一條鎖匙 她沒有其他東西的 警方對楊定通的說話傳異 將她押戒深水浦警署進行嚴格的盤問 空岸現場是深水浦 宇宙街243號2樓的尾房 室內佈置很簡陋 除了一張樓架床之外 只有一張桌子和一個衣櫃 兩名死者被放置於床底 以頭、腳相對並排 手腳都被反綁 衣著整齊 一個穿裙另一個穿褲 兩個人都沒有被人強姦過的跡象 除此之外 房內又沒有凌亂或打鬥過的痕跡 房門和窗口都沒有被人叫過的跡象 顯示空手和兩名死者應該是認識的 警方初步排除了奸殺和劫殺的可能性 循住情殺或屠室、兇殺兩方面著手調查 根據同屋的鄰居初步辨認 兩名死者 毛儀就是住在這裡的一對姐妹花 分別是24歲的黃小玲和19歲的黃小春 姐妹兩個都在附近的高登製衣廠工作 他們兩個初初就住在深水埔鴨寮街 案發之前的農曆年初二才搬到這裡 住在中間房的二叔 他是做蕭納小販的 平日大多數都早出晚歸 他現在知道原來自己在家裡 伴著兩位女師幾天 他都大叫心寒 他兩姐妹的樣貌都不錯 對人又有禮貌 平日的衣著都挺老實的 姐姐小玲呢 性格活潑一點、外向一點 同時呢 周不時有些同鄉的朋友來找她 但是以男人居多 他們經常在房中聊天和玩 那把聲音都很大 真是吵圈巴閉的 而妹妹小春呢 就文靜得多了 平日說話都不多說 但是她是一個很親密的男朋友 聽說他們近日的感情 就起了變化 曾經聽見他們呢 在房裡吵起來 這幾天以來呢 她兩姐妹都沒有露面 我還以為他們去了旅行 那樣還反而樂得清淨 但是同時 又感覺到他們好像存在那樣 深夜的時份呢 在房裡會傳出很輕微的 好像移動物件的聲音 又或者是那些女性 細細聲地說話 以及呼吸聲 二叔在這裡慢慢地說 說到跪影重重 聽到都心寒了 案發後兩天 警方已經掌握到一些線索 並且找到兩名死者的舅父 這個舅父可以說是他們在香港唯一的親人 他是在沙田區任職消防員的 警方就透過這個舅父 而對兩名死者的身世和背景都有了解 而在另一邊箱 曾經被鎖定為疑空的楊定通 經過深入調查之後 證明和案件無關 此外 警方在兩名死者的遺物之中 檢獲幾本相保和日記保獲 對案情亦有很大的幫助 驗屍報告顯示 兩名死者的死因有所不同 姐姐小玲是被人用成索勒死的 妹妹小春是因為頭部遭受硬物的重擊 流血過多,失救自死的 而死亡時間就推斷為發現屍體的前兩天 即是3月9日上午9點到下午6點 而剛好在這段時間內 屋內並沒有其他人 警方根據兩名死者的同事 朋友以及親戚資料提供 知道妹妹小春生前 有一名親密的男朋友叫阿康 她全名是羅永康 22歲 案發之後一直失聯 而在死者遺下幾本相保之中 有關阿康的相片 竟然被人全部撕去 這樣就更加引起警方的懷疑和追查 而更重要的線索 是在小寧日記簿裡 記錄有阿康媽媽在東莞的地址 警方其後派完遠赴東莞 抵襲資料回港之後 立即展開追捕行動 1980年3月15日 警方在黃竹坑的一個建築地盤裡 捉拿而空羅永康 她也坦白地倒出犯案的來龍去脈 這宗兩姐妹的雙屍案 總算很快就水落石出了 話說1980年 港英政府將會取消底蕾政策 當時身在東莞的小寧趁著機會 在1979年 折騰到香港 沒多久就在深水埔工廠找到份工 並且在鴨尿街附近租了個床位住 生活總算安頓下來 兩個月之後 身在大陸的妹妹小春 都決定和男朋友阿康出來闖闖 齊齊偷渡來香港 這對青梅竹馬的小情人 年紀香香 對香港既有童景 但同時也對前途感到妄言 在臨行的那一刻 兩個人在東莞口岸 相擁而入 指天為誓 說過如果可以成功去到香港 又沒有死的話 兩個必定結為夫婦 不得反悔 但世事難料 理想和現實 往往有落差 妹妹小春和男朋友阿康 到了香港之後 小春決定和姐姐一起住 而小玲又介紹妹妹到自己的工廠上班 兩個人工作勤奮 連加班工資 計計賣賣 每日有六七元 算是不錯的 而阿康呢 就需要令蜜居所 他在黃竹坑的建築地盤做散工 但這對小情人的關係 但是沒多久 就亮起了紅燈了 小春對男朋友的態度 由熱轉冷 甚至逃避他 阿康隱無可忍之下 找到來姐妹兩個的家裡 要求攤牌 無意中又在小春的相簿裡 發現他和其他男人的親密照 阿康即時無名火氣 指著小春 好惡地說 你這個女人 竟然瞞著我有另一個男人 你真是對得住我 喂 你別亂說 什麼背褲偷汗 大家都未結婚 我都還可以選的 什麼 我們當日對天發誓 非溫不嫁 非興不取 原來什麼三盟那世都是假的 劉永康生氣得頸現青筋 非常之激動 這時候 姐姐小玲正在樓架床上 心裡睡著了 對於他們的爭拗 她一向都是採取愛你不你 的態度 而小春 仍然都是那副冷漠的樣子 阿康奴不可揭 順手黏來一個燙斗 就向小春那邊扔過去 不幸一擊即中 她當場頭破血流 倒地不起 在床上睡覺的小玲見世識不代 就立即在鹿架床上跳下來 二話不說 就拿起一張摺椅 拍到康的頭上 還用力揮她頭髮 阿康好痛 拼命地擺脫她 之後就撿起地上的燙斗 用燙斗上的電線 緊緊地固著小玲的頸 直至她失去了知覺 事情搞到這樣 連對屋裡一死一傷的慘況 阿康顯得痛苦不堪 她有意識地走出屋外 希望找個醫生回來 搶救小春 但她隨即又截犯 她知道 即使心外的小春被救 自己殺了人 都別問死罪了 她想了很久 接著做了一個決定 她把死了的小玲 和受傷的小春 分別地綁綁起來 推她到床底下 並且用床單蓋著 抹了地上的血跡 清理現場之後 她就鬆容地離去了 兩條性命 就是這樣便斷送了 1980年3月21日 阿康在北九龍裁判處提訊 兩項控罪指她在3月9日 在宇宙街243號2樓 謀殺女子王小春和王小玲 被告否認兩項謀殺罪名 但便承認誤殺王小春 期間她在犯人欄裡 低聲地向法官表示 我不是想殺他們的 我也是想過自殺的 在6月下旬 案件進行幾天的初級徵訊 表面證據成立 轉界最高法院定奪 1980年12月15日 本案在最高法院審結 五男二女陪審團 商議了兩個小時之後 一致裁定被告羅永康 首項謀殺王小春罪名不成立 此項謀殺王小玲則罪名成立 案冊師廢伯寧筆 判案時清 被告羅永康 千辛萬苦偷渡來香港 最後搞到疑屍田地 本籍也替其難過 既然陪審團以裁定被告 謀殺罪名成立 依例判處死刑 移守項誤殺罪 則入獄六年 劉永康文判之後 呃若木雞 全無反應 當法官宣布散庭的時候 他突然間在犯人欄裡高呼 我不想死啊 我不想坐牢 監獄署督導員隨即將他戒犯奴地監房 但他全力掙扎 不肯走 結果要當名督導員合力 才能將他制服押走 1982年2月16日 港督麥理號 經考慮行政局的意見之後 決定將羅永康的死刑赦面 改為25年的監禁 而命喪香江的王氏姐妹花 他們的骨灰 其後被親友大返故鄉東莞安葬 陳歸陳、土歸土 人生波折多 兩位姑娘最終安然回歸祖家 長埋黃土之下 奧倒 公音 奧倒 奧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